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也记得关注一下 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讲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加班 谁喜欢 那根本是无奈 这篇文章发表于2018年 但是我看中国的情况内卷越来越严重 基本是情况越来越差了 说吃的比猪少 干的比牛多 睡的比狗晚 起的比鸡早 中国职场人如此调侃自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7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 周平均工作时间 46个小时 比上个月增加0.1个小时 中国人加班有多疯狂 京东 它是中国的一个大的公司 它是每天晚上23点16分钟 为平均下班时间 成为中国最狠的公司 华为 每日人均加班时间 3.96个小时 成为中国企业的加班王 人比人弃死人 中国人又开始羡慕外国人了 调查显示 在每周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跟地区中 即便是排在第17位的伦敦 他每周平均只有33个小时 33除以5 那一天才工作不到7个小时 不少人认为 中国现在比40年前更加富裕 更加收入高了 也可以有钱出去旅游 买苹果手机 买汽车 但为什么还是要疯狂加班 还是感到压力三大 压力很大 在我们身边 有人因为压力压力大 加班 有人猝死 有人自杀 有人失眠 有人月经失调 有人夜夜加班 有人没空着安 有人疯狂骚扰闺蜜 工作生活两部分 社交媒体上一片 身影发泄之声 商场里挤满了 这个报复性的消费者 这句话写的不对 现在中国好像商场里面 没多少人 现在中国人都去网络购物了 还有很多中国老百姓呢 内卷了 躺平了 都没钱了 还买什么东西啊 太多人在想 最想做的事情 狠狠地睡在 睡上一觉 睡到自然醒 中国这句压力 为什么这么大 老要加班 那谁愿意加班呢 还是因为穷啊 还是因为穷 没别的 为什么 中国任何地方没有福利 中国这国家没有任何福利 他吃饭要钱 穿衣服要钱 孩子上学要钱 看病要钱 生小孩 从小孩出生 呼叫呼 问减要钱 生孩子要钱 全部都要钱 中国 就你从生到死 你你死了 埋在棺材里面 火化 要钱 如果你跳河 你掉在那河里面 人已经是尸体了嘛 你要找人来捞 这个也要钱 没钱的话 就不给你捞 就把你挂在那 就把你 就让你飘在那里 全要钱 家庭压力最大的要素 中国的中年人 他们是这个家庭的脊梁 上有老 下有小 就是社保还要交了 我不知道中国的社保交了 有没有什么用 搞不懂 这些人呢 最大的压力 来自于身份焦虑 这帮从 愤青 跃增为准中产的阶层 时时感觉到 地位不保 他们是中国 14亿 14万亿 民间存款的 逐利军 不过大多属于 预防性存储 动不得 稍不留神 就会沦为 防炉 车炉 卡炉 冰炉 血炉 中年是一个临界点 虽然事业真真日上 身体却每况愈下 当然大部分人 中年之后 事业也是每况愈下 只不过是有一些人 事业能上学 说我们的压力 从哪里来呢 物价涨得比胡子还快 但工资涨得比眉毛还慢 要想过得好 只能无奈的拼命硬干 房子 车子 票子 就足以让中国人压力 爆表了 买房买车 又成为上班族的必须的目标 就连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 他得了700万奖金 都在为这个房子着急 你就说这国家大多数人都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啊 于是呢 要找一份好的工作 稳定不错的收入 成为众多人的追求的目标 但是呢 你要想达到这些目标 你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因为城市里面一千多万人了 凭什么你拿到这个钱呢 中国人的一生 从生下来就是跟时间赛跑 让小孩早早开始学音乐 补英语 念画画 似乎少一样就要被淘汰了 高考前非要早早读完所有课程 提前一年开始复习 现在不仅仅是高考 现在中考都开始这样了 进入社会 一味的升官发财 对这个职业的追求 一味的只追求金钱 然后有钱了之后 就有钱了 成家立业 大学刚毕业 父母又催着小孩 赶快结婚生子 这些父母也是的 你家没几个钱 你儿子女儿怎么结婚呢 还有你女儿也是 你女儿长成啥样呢 你要求这么高 能有人要吗 所以许多中国的父母 给自己的子女添加了 增加了大量的额外的压力 而且许多父母呢 我这个必须要说 中国的许多父母 没有自知之明 动不动就跟小孩讲 你看看 对门那个邻居怎么样 你看看 澳大爷三大爷 他们家小孩怎么样 你怎么指责你的小孩 要跟别人的小孩比 你怎么没有跟 别人的家长比呢 别人家长 一年挣个一百万 你咋的一年 就挣个一两万了呢 别人家长直接 就已经当局长 当科长了 你咋还是个农民工的呢 所以说许多中国家长 你自己是什么回事 你在要求你的小孩 你要不然就没法要求 啊 天天吹婚 吹婚 就感觉这小孩不生就不行了 哎呀 你就说 血脉就要断掉了 哎呦 你又不是皇帝 啊 又没有皇位要传给子孙 你还急什么急啊 啊 当今中国人呢 在追求财富方面 多少人希望一夜暴富 就不管是走什么路子 黑的白的灰的 只要是一夜暴富就行了啊 企业主呢 就荒废于经营实业 把钱投身到来钱快的房地产 P2P 啊 各种行业 职员呢 轻视自己的工作 他不想通过踏实工作 而是把大量的这个精力 放在炒房 炒股上面 希望能呢 一步登天 哎呦 股票直接明天就翻倍 啊 希望这样 中国好多公司呢 他不把心思放在这个产品啊 包括技术的开发上 而是说什么呢 三债 抄袭 能抄袭就行了嘛 能发财 包括盗版 能盗版能赚就行了 啊 中国呢 许多的演员模特 那也是啊 他不讲究自己的这个水平 不让自己这个舞蹈水平啊 演艺水平啊 演技水平啊 提高 他想的就怎么被潜规则 怎么就成功 快速成功 想这个 想这个 啊 发生过什么呢 就说这个学业也是啊 女博士啊 女博士后 为了取得北京户口 和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 不惜投怀送报 于编译局局长开房17次 你看 啊 中国大量的吗 企业投标不平实力 而是靠走后门 拿关系 就中国整个社会都是这种人们呢 要走捷径 要走后门 啊 要走那个偏门 整个社会的人们呢 失去了耐心 变得急功近利 心态浮躁 心态浮躁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社会社会学家 社会学家 社会学家 孙立平认为 中国社会不是金字塔 而是马拉松 什么意思啊 金字塔社会 如果有大量的人呢 这个安于这个底层呢 就他可以过上了贫穷低贱的生活 而呢 心安理得 因为全世界许多国家是这样 穷人过的心安理得 啊 过了 印度 印度基本就属于这个内心 孟加拉也是 就穷人过的吧 他习惯了底层生活 他心 心情也比较平静 中国不是的 中国马拉松社会属于什么 每个人都需要奔跑 如果慢了 就要被彻底抛弃 被抛弃的结果是什么 完蛋 两个字完蛋 就是 哎 就这么惨啊 啊 当然了 我们也要实话实说 为什么中国这么多人 要去走后门啊 走偏门啊 准备发财啊 是因为呢 还是有人 走偏门 发了 我假设中国 说就没有人走 走偏门 没有人走后门 没有人造假 或者说 没有人去那个 掏地沟油 啊 生产 盗版尾内的产品 而发财 那么人们也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现在是因为人们看到这个中国社会啊 大量的人 就是造假 发财的 就是拉关系 发财的 就是呃 倒卖商品 就是那种 就是说 干那些灰色地带的 发财了 你这家伙 中国老百姓一看 那我也 人家 人家上了 我也要上啊 对不对 天天天看着别人拿着这个 这个高薪啊 住着大房子 开着名车 旁边的女朋友 也不叫女朋友 旁边那个女的 又是很美 就跟他电影里面 那呢 你心中充满不平衡啊 恨啊 去中国的仇富 真的是 一夜暴富 一夜成名 就中国大量的人 就是这个心态 就 我就这么说 许多人说呢 中国拍电影呢 导演是那个 要睡女演员 大错特错 这对中国一无所知 就 尤其是 这个说法是对第三世界 一无所知啊 第三世界国家 你去拍电影 或者你是比较有钱的 当地的那些 演员女的 拼得命了 要跟你睡觉 都不 人家强力要求 要跟你睡 不是说导演 你要那个 你是要去 潜规则人家了 你搞清楚这个 这个方向 啊 你导演呢 就膨胀的欲望啊 跟严酷的现实 急剧的增加了 中国人的压力 所以呢 总的来言之 让中国老百姓 内心觉得 赚钱要趁早 出名要趁早 升官要趁早 就相互攀比 啊 你对于我敢 这个社会 就已经形成了 浮躁的社会 从哪里 那还可以看出 这个社会很浮躁呢 他想快 你看这个广告 广告上面写什么呢 说 一分钟治疗近视 三分钟人流 人流就堕胎手术啊 三分钟 三分钟 无痛人流 然后还有什么 七天美白 你皮肤比较黑吗 七天给你美白 啊 然后还有什么减肥 十四天就减肥 这种 还多着呢 一年成名 两年出书 三年就直接报复了 啊 这真的是 为什么中国会这样 因为中国 西班牙的世界报 曾经说过 中国的高房价 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 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 啊 他们本可以 淫私 淫私 朗诵 结伴旅行 开读书会 但现在 年轻人 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了中年人 像中年人那样 为柴米油盐 净打细算 他们的生活 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 而不能体验浪漫的人生 他的生活就是 从生到死都是物质的 所以中国人的生活 就是 当然第三世界啊 大部分国家 都是这种 就是 要不然 那些贩毒了干嘛呢 为什么 墨西哥贩毒啊 还不是为了钱吗 泰国为什么卖银呢 还不是为了钱吗 你说啥都是为了钱呢 穷啊 中国呢 当一个社会 正常的社会 应该提供 相对完善的这个 养老 医疗 教育 等福利保障 相对完善 就 这 在这个国家 公民呢 他呢 挣钱 他愿意去花钱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美国 美国老百姓 有人 有许多人说 美国老百姓 哎呀 不存钱呢 什么 我就这么说 美国 首先 如果你是个普通人 你上公立学校 从小学到到那个高中 免费 免费 你家如果穷的话 你上大学都是免费的 你家如果真的穷 你上大学都是免费的 政府会 他有一些慈善机构 或者政府会给你钱了 呃 另外 美国你就算穷 你买那个医保 买便宜的 或者说你真的实在太穷了 那你直接就耐账 你照样还可以堪兵 是不是 你想想 好的 你就说 我就拿美国这两条 如果中国能达到这两条 公立学校全免费 啊 医疗 呃 就是说你 你要是说 在医院里面要死了 还是给你救了 你没有钱 我也给你救 中国是没钱 你直接就等死了 那没钱 医生直接说 把管 呃 这个账上的钱 呃 赶快赶快补充啊 不补充的话 就 停那个 点滴了 停停那个药水了 直接 医生直接跟你讲了 你那怎么弄 中国的压力能不大 啊 你看看 到时候你爹你妈就躺在病床上 就看着你了 你就 走弄 那不去赚钱能行吗 中国那么过来真的是太惨了 我的天 这惨不忍睹 你再说物价吧 物价也是 美国一个小时最低 比如说挣十澳美元 中国一个小时挣十澳美元 美国十澳美元能买什么东西啊 那购买力 你就不说别的吧 苹果手机 八百美元 美国一个星期打工 能买了 中国一个星期打工 挣比如说七八百块钱 你能买什么 你差距太大 你就 你不仅仅工资差距大 你的那个跟你那个物价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你购买的产品 它的质量 你跟美国也没法比 为什么呢 发达国家人家买到的食品是干净的 吃起来放心的 你在中国买的食品 你能放心了 显像一下 还有另外中国 我在美国出了车祸 我发现 中国跟美国巨大的差距 在保险行业 差距特别大 中国你出个车祸 跟你扯皮 保险公司 不会跟你赔的 你要不然你现在出门 被车撞一下 看看保险公司赔不赔 保险公司肯定跟你讲 这个不在我们保险范围内啊 别哦 这不行 跟你扯皮的 你看美国 当然美国也会有跟你扯皮 但是美国可能性比较低 你整个 你再看看 整个社会压力 这中国社会压力太大了 真的是 那么这么一想的话 那么美国 美国不是天堂 中国绝对是地狱 就这么说吧 我已经说完了 太惨了 尤其是普通人了 你不要算有钱人 有钱人 中国有钱人过得实际上也提心吊揽 这个差距跟美国 美国 比尔盖茨 巴皮特 可以骂总统 所有官员随便讲 随便骂 中国 如果你是马云 你现在害不害怕 你是王健林 你害不害怕 因为随时可能关入大牢 小命就没了 现在我估计马云的话 自然飞机估计都飞不出中国了 小命要紧 真的是 压力太大了 真的是压力大 在中国活 压力真的大 好了好了 我就 我就说这么多了 各位 有人说大声了 那你怎么笑 笑得出来 首先我为我能够庆幸逃出这个中国啊 这个地狱啊 感到庆幸 因为我毕竟从地狱来到了这个美利坚 美利坚虽然肯定不是天堂啊 但是呢 这边是 至少它不是地狱吧 哈哈 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了 拜拜